中国近代史上有一支较为特殊的武装力量 他们起于草莽、兴于乱世 先后依附清政府、北洋军阀、蒋介石等势力 称霸西北百余年 这支武装就是显赫一时的西北马家军 马家军原为家族武装势力 活跃于中国西北的甘肃、宁夏、青海等地区 由于其首领皆是回族马姓便被称为马家军 又因为地区划分为甘马、青马、宁马 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位就是马家军的知名人物 被红军视为头号大敌的西北王马步芳 马步芳出生在1903年 七岁的时候进入了清真寺的学校开始读书 十一岁就跟着父亲去了青海的西宁 而且他从小就喜欢练武 也很有耐心 每天都坚持绑沙带跑步 还会一手出色的拳法 15岁的时候 他就加入了部队的训练团 开始了部队上的生活 马步芳不仅对别人很 对自己也相当的很 他第一次碰摩托车就赶骑 结果摩托步刹车 从军营直接跑到了乐家湾 也正是因为这股狠劲 他18岁就做了营长 而且没人不服 等到了20世纪30年代 马氏家族逐渐形成了 以马步芳为首的青海马家军 和以马洪奎为首的宁夏马家军两个派系 这两个派系在西北内部存在着明争暗斗 地盘抢夺 而马步芳将马洪奎逐渐挤出青海和甘肃 成了名副其实的西北王 此后他将西北大帝当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 坚决不允许外部势力进入 在抗日战争期间 以马家军八千精锐为主力的骑医师 纵横苏鲁玉碗边区 跟日口交战数百次 共歼灭日伪军1.2万人 太原战役后 解放军基本占领了华北 开始向西北部的马家军发起进攻 1949年 彭德怀指挥兰州战役期间 流传说有这么一条规矩 不接受马家军的任何起义或投诚 要知道 国共内战后期 中共已经取得了极大的优势 因此对于国军向来是能动员就动员 能收编就收编 怎么到马家军这里政策就变了呢 中共和马家军又有什么仇怨呢 1936年10月 长征结束后 中共红四方面军 第五军 第九军 第三十军等部 收到党中央的指派 组成西路军 希望能从宁夏绕到新疆 突破军阀的包围 与苏联苏维埃政权取得联系 初起 西路军进展较为顺利 在干柴挖第一掌 就击溃了马家军的精锐齐武师 和马步方的齐家部队第一百师 但在攻克鼓浪后 西路军就遭到了马家军的拼命反击 西路军的领导层 大多是红四方面军出身 总指挥张国焘 又遭遇中共内部的信任危机 有迹象表明 他曾密谋除掉毛泽东 但并未成功 当时正是修复中共内部矛盾的敏感时期 由此 西路军的每一部指挥都不敢自作主张 每一项行动都要获得中央指令 使西路军的整个行动都滞后于战场形势 由于作战任务几经变迁 西路军时驻时走 不但没有完成战略任务 反而给了马步方集中兵力的时间 他先后调集了十七万大军 对西路军进行了疯狂的进攻 并在屡次吃亏后采取了新的战术 在进攻时驱赶民团冲在前面 精锐部队在后面积蓄力量 攻击时每人仅带两三排子弹 打完了乘马回去取 西路军一驻就打 不让其发动群众 安置伤员 整补力量 作战时采用人海战术 波浪战术绝不给西路军喘息时间 最终西路军在河西走廊 遭到数倍余己的马家军骑兵猛攻 西路军孤军奋战 浮尸赢血 最终由于兵力悬殊 淡尽粮绝遭遇毁灭 西路军建制基本打枚 接近全军覆没 这也是为什么在1949年 兰州决战时期 会有不接受投降 全军马家军的传言了 在带领马家军打下一片天地后 人们还发现了马步方 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荒淫好色 按理说 实色性也 这是人的基本欲望 拥有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 大可不必抱着处处避讳的态度 但是欲望也是要节制的 倘若太过就是荒淫了 古代好色的人不少 更有不少好色荒淫出了名的 像隋阳帝 商咒王等 但马步方可以说得上是 当中的极品 他曾经有过一句话 那就是 生我 我生者外 无不坚 在大陆的时候 除去那些寻常女子 他部下的妻女 还有自己的孢妹 侄女 甚至兄嫂等 都没有逃过他的魔爪 据传 他一生睡了 包括各个民族 加上外国女子 一共五千多人 虽然这个数据的真实性 有待考究 但也可以看出 马步方确实是一个好色之徒 后来 马步方带着一家老小出逃中东 先后到了埃及开罗 后来 欲居沙特阿拉伯 成了台湾驻沙特大使 马步方仍然不改其风流本性 酒店的女士 舞厅的舞女 随他到开罗谋生的部署的家眷 都被他奸引 马步方有个堂弟 叫做马步龙 在马步方去开罗的时候 堂弟一家也跟着前去 岂料他的女儿马月兰 却被马步方看上 强行要纳自己的侄女为妾 他堂弟自然不肯 结果马步方就威胁 说如果不给 就要杀了他们全家 最后这个侄女 成为了马步方的玩物 婚后 马月兰被关在吉达滨海的住宅里 不准与任何男人接触 还常遭到马步方的殴打 刚巧 这时台湾当局又给住 沙特大使馆派来一个参赞 宋选权 宋的妻子是外国人 思想开明 很同情马月兰的处境 于是帮助她逃出湖口 藏于自己的住宅 接着 马月兰不断向台湾外交部 监察院 立法院等处发出控告信 要求他们责承马步方 速将他被扣押的护照发还 好让自己去台湾 控诉这位伯父兼丈夫的大使的罪行 马步方知道后 又亲自带领庶人去砸宋的家门 宋选权和马月兰跑到阳台上 向外大声呼救 沙特警方立即派来警察 当场将马步方一行人拿下 不久 马月兰逃到台湾 出现在台湾监察院的控诉席上 继而 沙特华侨的联名控告信 似血片飞来 台湾报纸上禁食 后宫多加力 侄女冲下沉等标题 监察委员们 一纷纷以乱伦逼婚 迫害侨胞等罪名 提出河马案 马步方自然不会送上门来受审 最终以自请辞职了事 之后便一直躲在公馆里消磨时光 最终在73岁那年 死在沙特结束了她的一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